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可惜米特罗维奇发点球的时候 二次触球导致进球被判无效 不管怎样 纽卡斯尔连绝对配得上这场胜利 纽卡斯尔连已经连续14场英超保持不败 追平了对史英超最长不败记录 热刺与阿森娜的比赛注定非常艰难 热刺进入状态比较慢 一开始就被阿森娜压制 而运吉也没有站在热刺这一边 洛里的一次极其低级的失误 让热刺早早落后 这力进球让阿森娜踢得更加放松 热刺的防守不断暴露问题 总是被阿森娜球员频频获得远射的机会 保德高接连尝试远射 质量都很高 一次被扑出 另一次则打进了 下半场热刺才被水一战加强攻势 但是 遇到了状态极其出色的拉姆斯戴尔 拉姆斯戴尔不断贡献神扑 一次次化解险情 非常给力 直到比赛结束 热刺都没能够进球 最终热刺0比2完败 在积分榜上 凭借这三分 阿森娜继续巩固榜首的位置 阿森娜的总积分是47分 而排名第二的曼城这一轮输球 依然是39分 这让阿森娜扩大了优势 阿森娜拥有8分的优势 这让阿森娜距离冠军宝座更近一步 纽卡斯尔连全取3分 这让纽卡斯尔连的积分达到38分 只比曼城少1分排名第三 曼联同样是38分 排名第四 热刺依然是33分 排名第五 至于切尔西只排名第十 和第九的利物浦同样是28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